肉指的是动物性的蛋白质 我们的蛋白质来源有两种 一种是动物蛋白质 一种是植物蛋白质 我们常见的植物蛋白质来自于大豆 以及在米饭、面里面都有一部分的植物蛋白质 那么动物蛋白质的植物蛋白质 主要来源是芹、蓄及鱼类的肉、蛋、奶 那么动物蛋白质的构成以烙蛋白为主 烙蛋白占到动物蛋白质的78%到85% 能被成人较好的吸收与利用 另外动物蛋白质必须氨基酸种类比较齐全 比例比较合理 因此动物蛋白质比一般的植物蛋白质更容易消化、吸收和利用 营养价值也相对高一些 我们把这个肉及动物蛋白质根据动物的腿的多少把它分成白肉 白肉就是指动物没有腿和两条腿的 没有腿的动物 adalah鱼の Hashem enrichment 两条腿 adalah colon鸡、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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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把四条腿的动物次 because of t native çok tane 称为红肉 即猪、狗、牛、鸭等 那么我们每天吃多少肉核式这样呢? 我们建议吃一两五到四两左右的 总的肉类 其中建议鱼虾一两左右 琴秀类一两到二两 蛋一个左右